大家好,我是大雄 据乌总参部战报统计 在过去24小时内有820名俄军阵亡 累计阵亡44.751万人 阿弗迪布卡战线 俄军向辛卡利诺夫推进了一公里 并占领其东南部的仓库和临近的农场 巴木特战线、恰索夫亚尔之战吉利 俄乌双方主要交战区域 仍是0506公路与技术学校周边展开 森林区域的进攻均被乌军击推 南侧双方继续在田野中打阵地战 伊万尼夫斯基的俄军继续分三个方向推进 目标为北顿涅茨克运河乌军防线 巴赫丹尼夫卡村俄军组织两次战术进攻 被乌军所击推 东部战线俄军向杰尔尼方向的乌军阵地 组织了七次进攻 军被乌军击推 而乌军还组织了一轮反击 将战线反推了大约300米 扎河若尔战线 罗伯纪涅双方仍是炮击和无人机作战为主 维尔波维西北方向 俄军推进了大约200至300米 赫尔松战线 乌军使用了FPV无人机击退了俄军 在克林基村周边组织的三次进攻 环球网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多次称 如果他当选 他可以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之间的战争 据华盛顿邮报7日报道 据熟悉该计划的人士透露 特朗普曾私下表示 他可以通过施压迫使乌克兰 放弃一些领土来结束战争 报道称 据曾与特朗普或其顾问 讨论过这计划的人士称 特朗普的方案包括 推动乌克兰将克里米亚和东巴斯边境地区 交给俄罗斯 参考消息网4月7日报道 俄罗斯卫星社4月7日报道称 斯洛伐克统计局在已经统计96%的选票之后 宣布 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议长 彼得佩列格里尼以54.32%的得票率 赢得了总统选举第二轮的胜利 据新华社消息 斯洛伐克选举官方网站初步统计 数据显示 在4月6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 现任国民议会议长彼得佩列格里尼 击败前外交部长 伊万科尔乔克赢得了选举 佩列格里尼被外界认为是亲俄人士 2018年至2020年佩列格里尼曾担任斯洛伐克总理 2023年10月当选了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长 有分析人士指出 在斯洛伐克现任总理菲佐已是亲俄人士的情况下 随着佩列格里尼上台 斯洛伐克政府会进一步的改变对俄乌冲突所持的立场 在2023年10月再度上台后的第二天 菲佐便宣布斯洛伐克将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今后对乌克兰仅限于人道主义和平民援助 截至2023年10月 人口仅540万的斯洛伐克向乌克兰提供了乔尔雷的支持 特别是提供了13架米格29战斗机 便携式地面防空系统和防空系统 以及负责修理乌克兰士兵使用的武器 路德社报道 德国联邦总理 塞尔斯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 欧洲社会民主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西方必须继续支持正在抵抗俄罗斯全面武装侵略的乌克兰 这种支持将是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特别是防止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潜在武装 对抗的最佳脱镜 德国不会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其他欧洲国家也必须这样做 他强调说 有效威慑最终将是普京明白 他无法在战场上取胜 并因此将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撤军结束战争 4月7日乌克兰情报局的两架UH-60黑鹰直升机 将士兵空降到了别尔格罗德地区科金卡村 一个多月了 科金卡村仍然控制在自由俄罗斯军团手中 俄罗斯国内兵力空虚的问题暴露无遗 接下来乌克兰可以考虑加大在别尔格罗德的攻势 法新社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7日主持了阿尔卑斯山区 格里伊尔高原战役纪念活动 由此开启了法国解放8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许目 在检阅军人对立后 马克龙总统向安葬在托纳镇 莫雷特国家公墓的105名抵抗运动战士至今 称这些英雄保卫了群峰间9000公顷的自由法国土地 他充满激情的表示在海拔1400英米的高处 法兰西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马克龙在离开前与现场群众见面 多次重复格里伊尔高原抵抗战士的口号 不自由误宁死 暗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战争 称这样战争必须停止 再把目光转向中东战场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了战报 加沙冲突爆发以后 已经有600多名以色列军人阵亡 从地面行动战况以后 以军已经战死256人 从10月7日到现在 半年时间以军在加沙地区 打死了12000多名哈马斯成员 以军在哈马斯阵亡交换比达到1比20左右 可以看出巨大的实力差距 在加沙大战当中 11月至12月 哈马斯战斗程度最活跃 经常一天命中多辆乙军坦克装甲车 导致乙军有两三百辆坦克装甲车 被火箭弹命中了 但是从12月开始 乙军开始在加沙战场 大量修建土围子 利用水泵浇灌沿海区加沙地道系统 乙军损失开始大量减少 哈马斯损失出现上升趋势 进入今年以后 乙军以人工智能系统加大数据分析 确认哈马斯隐藏位置 发现了哈马斯隐藏防务 直接出动了战机发射炸弹 摧毁防务 这种打法最残酷了 乙军已经不再进入近战了 全靠炸弹爆炸 以色列军队每控制一个村子或者街区 就开始修建大围子 让哈马斯难以袭击乙军士兵 然后就是把当地的老百姓 全部都找来进行登基 乙军通过几个月的时间 对加沙大部分的居民进行登基 拍摄甄别等等工作 逐渐建立起一个大型的数据库 利用人工智能系统 人脸识别系统对人员数据库 哈马斯隐藏地铁数据库进行分析 其实就是把哈马斯从加沙居民当中分离出来 让隐藏在人口密集的加沙地区的哈马斯成员 隐藏点战斗小组成员逐渐的浮出水面 乙军通过大数据分析 发现哈马斯成员活动区隐藏地铁 为避免大量伤亡 乙军基本不再出动步兵和坦克 进入哈马斯活跃区 进行近距离的战斗 不打巷战 不打室内枪战 也不进行逮捕行动 发现哈马斯隐藏的房屋 直接就是一颗航空炸弹 彻底的破拆摧毁 无论屋子里有没有平民 只要发现有哈马斯成员就炸 这也导致了哈马斯成员和加沙平民伤亡率 都开始大幅度的上升 因为一栋二层小楼 也许住着几个哈马斯成员 但是在其他的房间也有平民家庭 一下子整个小楼全炸了 结果就是战斗人员和平民全部死亡 最近两个月开始 以色列开始利用被俘的哈马斯成员 通过大量的口供 获取情报 典型战斗 就是西法医院战斗 导致200多名哈马斯成员死亡 500多人被俘 大批的哈马斯骨干 完全被包围在医院里 乙军甚至都没有进入医院战斗 而是出动了一个装甲旅在大街上 堵着轰了半个小时 最后乙军以极为轻微的伤亡 就夺取了哈马斯西法医院据点 打死俘虏哈马斯800多人 以色列第三个战术就是无人机战术 有热成像系统无人机 全天候24小时 在加沙地区搜索哈马斯 搜索持有武器的人员 甚至有的视频显示 以军无人机甚至飞进屋子内部 搜索屋子里有没有持有武器人员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以色列军队主力第98时 已经突然撤出了加沙中部地区 现在加沙就留下一个旅 乙军正在把主要方向放在北方地区 现在的战场情况 加沙北部 加沙中部几乎被移为平地 哈马斯剩余力量 主要集中在南部拉法 乙军要在加沙北部 建立人道主义物资运输码头 正在与埃及 约旦 甚至还有巴勒斯坦政府 讨论建立阿拉伯联军 接管加沙人道主义物资分配 和难民问题 同时把拉法大部分的居民迁移出来 这一行动预计 至少要持续两到三个月 乙军才能对拉法展开大规模攻势 而现在 乙军主要方向将是北方 叙利亚方向的伊朗 与黎巴嫩方向的珍珠党武装 作为伊朗大规模报复行动的前奏 黎巴嫩珍珠党出动无人机 火箭炮 重炮和反坦克导弹 对以色列北部多个军神目标进行打击 媒体报道 以色列空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 贝卡古地发动空袭 乙军无人机发现大批的武装人员 正在该地区集结 乙军战机发射基达姆精准制导炸弹 打击了贝卡古地 黎巴嫩珍珠党武装训练基地 这可能是伊朗所希望的 伊朗不能让哈马斯被消灭 如果黎巴嫩珍珠党 可以把以色列地面部队主力 吸引被北方战场 对于哈马斯是一个在困境当中活下去 在发展壮大起来的机会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最近大雄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裕的朋友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一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温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应 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页的微信赞赏码 进行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好改进 大雄也知道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 如果您不宽宁 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雄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闲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见